明月动荡 想摇下一刻明亮的目光 相爱哪怕是梦一场 我们相拥着不足理想 大头 你来了 小罗 我是来约你吃晚饭的 现在 你要是今天没空的话 明天也可以 要不后天也行 只要你愿意 我会一天天等下去 你正好我要出去 好 走吧 Vik 公 快 Saya 不过是吃顿饭而已 也不用那么夸张吧 小罗 有些话 必须要在一个浪漫的场合 才能说出口 你还记得当时我离开岛的时候 跟你说的话吗 小时的事情 我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当时我一直在等你 可惜最后你也没有过来 小罗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的心一直都在 大头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我去就回来 我 我让你停了吗 哥哥肯定是故意给我卖棺子 小罗 江医生 你干吗 我还想问你呢 你在干吗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去送大头 有一些话 我当面告诉他 他心里会更不好说 我还是不要去送他 江医生 你去告诉大头 我 沈罗 一辈子把他当好朋友 好吧 大头怎么还记得这件事情 怎么那么邪门 一个两个都这样子 他们约好了吗 小龙 其实在我心里边 哥 就等了 你怎么来了 你就别装了 我都已经知道了 别拉了 你知道什么呀 为了弥补你把我丢在庙会 所以特别准备了这些惊喜给我 是吧 走走走走 周先生 这是你要的香槟和鲜花 哥 这是你送给我的吗 谢谢你 好美哦 小罗 你听我解释 沈罗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真扫兴 对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 我 周不妍 我告诉你啊 这香槟和鲜花是我给小罗的 跟你没关系 小罗 不是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看他这一声吐气的样子 跟这个花和香槟哪配啊 周不妍 不是 你急什么呀 我又没有说错 哎 拜托 你出门的时候 能不能照一下镜子啊 你看你这一身穿的都什么东西 周不妍 你都闭嘴 没错 不妍 她说的没错 我是又徒又穷的 但这里的气氛不太搭干 经过深思熟虑 我觉得我应该先离开了 拜拜 再见 小罗 人家要走你就让他走嘛 哥 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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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慧妍她年纪小 从小被家里宠坏了 她的话你别往心里训 没有 我真的不介意 真的 我家里还有事我先走了 小罗 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不用说了 我们俩真的不适合呢 那你跟吴俊兰就适合嘛 她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 她能给你什么 可是我不一样 我现在有钱了 我可以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给你要的一切 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 再也不用受到别人的嘲笑 大唐 你难道不明白吗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 你一点都不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一点不觉得我现在的日子有多苦 我也不觉得别人嘲笑我没有钱 有多难过 小时候的事情我会激动 不管从前还是现在 我的感觉都没有别 你的感情我不能接受 你一定是被吴俊兰诱惑了 你清醒一点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 朱博文你放手 我放 你放手 你清醒一下 你放手 放手 我才是最适合你 这是我跟小罗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我喜欢沈罗 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等于是你吧 你说什么 沈罗这个人 虽然比较抠门 又喜欢喊穷 等死我 但他不是个爱钱的人 恰恰相反 就因为他太重情重义 怕被人一眼看穿 所以整天装出一副 吝啬的样子 好让人静而远之 你说对吧 我 你连沈罗是什么样子的人 都不知道 还说喜欢他 你是不是不自量力 我看看到底谁不自量力 好了好了别吵了 再吵我就翻脸了 大桃 刚说的我都说了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 吴俊良 我们回去吧 来 走啊 走啊 刚才的事情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拒绝周不文不是因为你 老师告诉你吧 不管你还是周不文 我都不会接受的 走啊 我zar客人 是 Wracé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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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三十年来 海岛医院的所有死亡记录 死亡记录 没错 尽快吧 三十年 有点久 范老板 要不 您能给我点提示吧 比如说是男士 舍不闻 我是不是提醒过您 喜欢自作聪明的人 通常活不久 我哪敢啊 我就是想搓小范围 这样可以查找得快一点 料你也不敢 快去 好 那我就先去了 先生 你是不是迷路了 需要帮忙吗 那就麻烦您了 您是来旅游的吗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啊 我刚搬来岛上不久 今天是第一次出门 结果找不到回去的路 原来你是来岛上定居的呀 哎呀 那你真是选对地方了 我们海岛虽然不大 但是四季宜人没有污染 最重要的是海鲜好吃 所有居民都热情豪克 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 那我会很期待那一天 哎呀 你们就相信我吧 沈罗不就是买菜回来晚了点吗 肯定是哪里大减价 他就忙着抢打着货 把时间给忘了 不会有事的 你们别瞎着急 行不行啊你们 喂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种不想的预感 这是什么 沈罗的菜兰 完了完了 连菜兰都顾不上了 肯定出事了 我看你 北巫师那边有什么动静 您是怀疑安总 不可能 他已经离岛了 你确定他离岛之后 没有再回来吗 我确定 他如果回来 我一定会知道 你这两天电话也不接 你这两天电话也不接 要分手就直说啊 你怎么了 原谅 爸爸他不在了 你说什么 爸爸他 已经病了很久 可他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是怕我担心 全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死的 安总 你没错 千万别这么想 要是叔叔知道 你因为这件事情 这么痛苦 这么自责 他会难过的 时间会治愈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 这是什么 他真的比我选择 我做这一切都是想让爸爸复活 所以你就加入了黑巫师 这只是暂时的 我希望我们能终于 我们想让他 让爸爸复活 我会退出他 我会退出他 你明明知道 我们家族是世世代代守护娇人的 你要夺娇人灵珠 就是要与我为敌 你从来都没有见过娇人 你为什么要对他那么效忠 然而爸爸是不一样的 你也知道 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收养了我 他给了我新生 如果没有爸爸 就没有现在的安踪 叶鲁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求你 你就帮我一次好不好 你怎么能这么自死 怎么能要求我 为了你背叛我的家族 你是要选择与我为敌吗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爸爸分手吧 都过了这么久 你终于肯主动来找我了 原来你找我 是来跟我打架的 我警告过你 不要再回来 我舍不得你啊 闭嘴 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 难道你不想知道沈罗的下落吗 沈罗在哪儿 你们这么重视沈罗 是因为他是杜小林的后人 少废话 快把沈罗交出来 可惜 他不在我手上 医生 是吧 大头 怎么了 小罗去哪儿了 小罗失踪了 我们到处都找过来 就是找不到 真是的 那是跟吴俊兰去哪儿了吧 这什么时候了 你能不能把你的粗筋 先放一放 先找小罗 真不见了 真不见了 你赶紧想一想 咱们岛上小罗跟谁有仇啊 我笑起来了 我说一声还有点事 我先走 你找 找到了学生联系我啊 大头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赚钱 你也太不降义气了吧 你说人家市场买再买得好好的呢 干吗把人家绑过来啊 你管我 行行 我不管 但有一点我可提醒你啊 等一会儿要涨潮了 这屋子里涨满水了 剩下时间不多 你想怎么办呢 你不要再烦了 你再烦我就真想不出来了 行 我不烦 这还差不多 放心吧 钱我是少不了你的 再说了 你说咱俩蒙着面 他能认得出来吗 能认出来 认不出来 猪一样 猪一样 做不严 您帮我干吗 我不是猪一样 我是狗一样 他才是猪一样 得了吧 你那根金链子已经出卖你了 这不是金链子 这是狗链子 不严 你看你 真的笨得跟猪一样啊 他都认出来了 就别遮遮掩掩了啊 行吧 就是我俩 绑着你 怎么着吧 我告诉你沈罗 谁让你每天勾引我哥的 我俩今天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听起来 phone 你别扰我吧 Peyr 不 避擦了 臭 什么 我问你 你还敢不敢勾引我哥啊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对周伯一点兴趣都没有 回答得这么干脆 你肯定有问题 朱雁啊 上 我呀 朱雁啊 我都说了几百遍了 我对周伯没有一点兴趣 你搞什么呀你 布衍 我觉得她说的事实吧 放过她吧 你给我闭嘴 沈罗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 你肯定就是想让我先把你放了 然后继续勾用我哥对不对 不不不不不 你都承认了 你等我说不得人傻啊是不是 脑袋 你俩看我干什么呀 你俩看我干什么呀 你又不是我饿 啊 叔叔 我肚子好饿 要不我们去吃饭吧 哎 哎 看你们俩肚子都饿了 咱先吃完饭再吃好吧 闭嘴 嗯嗯 小罗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在绑架你 哎 哎 还想吃饭 门都没有 注意啊 咱们走 吃饭去 嗯 哎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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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 哎呀 自己玩吧 自己玩 哎 别走 别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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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一个人啊 小罗 小罗啊 小罗 你真真怎么回事啊 无缘无故吓我一跳 哎哎 哎哎 不好意思啊 美女 我朋友认错人了 哎 认错人了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美女 你背影看起来真的很像我们的朋友 哎 哎 吴俊兰 哎 吴俊兰 啊 这下好吧 小罗没找到吴俊兰要弄丢了 吴俊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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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救命啊 天明啊 你怎么玩的啊 吴俊兰 周明 你刚刚真的想让我小罗死在这里啊 小罗 你在哪儿 我去吧 calo calo 我去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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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自己在那儿喝 干一个了 干杯 你说她是不是瞎呀 放着我这样 你说我又可爱又美的 这么一个大美女在身边 她为什么就看不上我 却边边看上那个臭丫头 那个什么沈罗 她是不是瞎呀 没错 她朱不温就是瞎 瞎 我觉得呀 她是有眼无珠 但是你不言呢 有福气 一定会碰到一个有眼有珠的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诀窍 就是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知道吗 可是我现在一闭上眼睛 我就满脑子全心那个周不温 你说 你说她如果可以回心转意 我肯定什么都听她的 可是她就是不搭理我呀 不搭理我呀 大海呀 干杯吧 干杯 救命啊 救我啊 救命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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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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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顾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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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大家都你来了 来 喝一个 喝什么喝 告诉我 是不是你跟布颜 把沈罗给抓起来 那个 布颜说 要 好好教训教训沈罗 那沈罗呢 我问你呢 沈罗呢 说 人呢 人呢 完了 这下要闹出人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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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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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问你什么 我不想累累你 沈罗 沈罗你在哪儿 沈罗你回话呀 现在听我指挥 是呼吸 我要是不能活下去 你一定要听我好好活着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爷爷的老宅 和杨茗茗 你要替我好好照顾他们 你的废话太多了 如果你想见到爷爷的老宅 和杨茗茗 就要活下去 我看你了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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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罗 你是没事的 吴俊兰检查下来不太好 都是为了救你 吴俊兰 你要有什么想让小罗给你做的 你现在说 小罗一定会答应你的 对不对 这 吴俊兰 你现在怎么样 小罗 你别哭了 我没事的 你有事吧 姜义寿 你骗我 别答应 人家还生着病呢 吴俊兰你也太 太不懂了 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表白嘛 怎么说小罗也会答应你的对不对 太没眼力气了 不对啊 吴俊兰明明还伤着呢 你放心吧 他没事 真的 我昨天明明摸到他背后 阴阴凉凉的 你见过哪个伤口硬阴凉凉的 小罗 我 我真的没事 果然是共患难的 一点都不见外 那扣子说解就解 一不说拔就拔了 江医生 你别胡说 我哪有胡说 我说的是实话 不过话说回来了 今天吴俊兰为了救你 可是豁出老命去了啊 这份真情感天动地 可歌可泣 我都被感动了 怎么说 你也要对吴俊兰负责吧 好 我出发烧着水还没关呢 小罗 小罗 大头 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进屋 小罗 你还好吧 对不起 又让你受精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不 这事跟我有关系 不言是我妹妹 我没有管教好的 是我的错 我该死 算了 这事情都过去了 小罗 不言年纪小 都不懂事情 看在我的面子上 能不能原谅她 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我本来就没打算追究 我知道不言并不是真的想伤害我 只是那时候出了点意外 我知道 你最善良了 你放心 不言以后 我一定严加管教她 再不让她做出这种事情 大头 其实不言会这么做 全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我看得出来 不言她很在乎你的 你除了管教她以外 更应该问问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好好安抚她的情绪 大头 真正值得你珍惜的人 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知道 吴俊兰 说真的 这次你英雄就美 干得漂亮 你也看见了 小罗刚才以为 你有事紧张成那样 说明人家内心是在乎你的 别害羞嘛 吴同学 我告诉你啊 这个时候你要趁热打铁 找个机会把小罗预约出来 干一些让她印象深刻的事情 别怪兄弟我没提醒你啊 这个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 特别是像沈罗这种 别别妞妞的姑娘 她如果跟你说不喜欢 那就是喜欢 她要跟你说不要 就是要 懂不懂 说不要就是要 对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周伯爷 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 那个 死罗她没事吧 你还知道她没事是吧 你差点害了她 不是你喊什么喊啊 多大点事啊 多大点事 你们这是违法犯罪行为知道吗 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没想到 开个玩笑啊 你干嘛啊这么凶 你给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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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喊别喊 徒哥 那个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好好说 我告诉你注意啊 你少在我面前英雄救本 我教训我妹妹 你最好少插手 你给我滚一边去 周伯爷 我让你过来 你听见没 我今天要替爸妈好好教训你 你给我过来 哥 我求你饶了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什么你再也不敢了 跟你没关系 全是我的主意 有什么事 往我头上去 好 你的主意是吧 你的主意是吧 哥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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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 판 看了这么久 还满意吧 还不错 我是说 这橙子长得好看 我可没有看你 我问的就是橙子 你以为我问什么 明天不要安排事情 我有事找你 你干嘛 暂时保密 是我们两个 你不用以为你帮了我 我就会感激你 你不用感激我 是我自愿讨打吗 我要不替你挨打 我心里会难受的 不是这儿 是这儿的 这无拘乱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该不会对我还不死心吧 怎么就对我这么放不下呢 真烦了 真是磨人的小妖精 我独自守望 朝备的星辰 一直到遇见你 在最美眠了 一颗一颗 不披在夜边怀目的掌纹 瞬间与永恒 一颗一颗一颗 一颗颗 一颗颗 太阳的泪滴 一颗一颗 你 还被美眠了 一分一分 不疲惫也变换不得皱纹 瞬间与永恒 自可一起坚强 所有爱 重有了回响 所有爱 重有了回响